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限大嬰幼兒奶粉出境的新例 有議員建議為條例定下日落條款 規定條例幾時失效 其實不用水晶球 如果我們對政府一年內都成立不了這個制度 因為航空把刀出來一年 他們還不知道死嗎 還不確保制度可以嗎 那就繼續吧 但是如果你有在日落條款 政府就必然會在那個時間盡力做 兼會有一個強制的檢討 如果我們主動提出一個時間出來的話 其實未必對我們長期建立任何機制會有利 因為人們會覺得你 其實到了那個時間你就一定要還原 諸如此類的話我會擔心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也不需要一個日落機制去迫政府做事 高永文表示 限大奶粉出境措施生效之後 市面奶粉供應暫時穩定 難以估計措施一旦取消之後 水貨活動的規模 當局會和供應商和零售商建立系統 不時檢討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導 好 好 好